總統蔡英文領著眾人 拉著紅布條架勢十足 準備接下扁額紅布條 沒想到一往下拉 尷尬了遮住扁額的紅布還卡在上面 再看一次慢動作 小英總統拉下下方的紅布 但扁額上的卻聞風不動 只有右上方的一腳掉了一小塊 有人看到跳了起來 試圖想把紅布拉下來 但高度不夠連布都沒碰到 就乾脆直接站上十階 硬把紅布拉下來 連而不給小英面子 蔡總統只好自嘲解圍 剛才市民有一些在討論 我們可以沒有煎餅成功 沒有吃才成功 因為我們的市民也是在拍攝 不過我覺得 我們的市民不夠夠 一直不夠繼續來保余 我們大家平安 我們在台灣也是可以平安 蔡英文18號到台南 白河福安宮媽祖廟正扁 慈雲光浦 也對現場支持者 發表八分鐘談話 我們的資訊 是不是正確是最重要的 仔細聽一聽 蔡英文的LINE 裡面什麼說 我幫你拖一拖 出來不可以拖 蔡總統呼籲大家 要加她的LINE和臉書 表示儘管這一次大選結果不好 但對2020的選戰有信心 不過拜拜完 就發生街扁小插曲 小英總統的2020年 如果也求神保佑這樣的突刺 恐怕不能再來一次 記者華小平學家方台北報導